去CPS或是受傷之後 打法感覺有點不太一樣 打法感覺有點不太一樣 那當然會想要找回以前的感覺 那還是會想要往 就是之前的打法去試一試 本來就是應該是要去配合的 那也不需要說太 過於去強求太多的東西 因為畢竟大家都是一樣的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團隊表現板上面 點得搭 在這段時間裡面雖然說 可能時間稍微差 但是就是 在球員上面的相處 溝通肯定是比較多的 這也是一個團隊的表現 對 真的滿久的 但是都是還有見到面 看到他們兩個打球 但我覺得應該默契上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因為畢竟打了也是那麼久的球 我相信這一次應該也不難 集合在一起 然後想要把風氣放回出來 我覺得應該很快就可以表現出 我們該有的東西 應該是能給多少給多少 在下午球員的方向 因為畢竟想要讓更多人知道 那麼想加強球隊 是台灣出去的 我覺得就是更想要讓他們知道說 台灣球員其實也很好 然後可以就是把 自己該有的什麼東西 就盡量都給他們去吸收 籃球本來就是無事的 那就是會想要就是多 讓球隊有一個 就是往一個方向去走 就是多做一些事情 在這裏